我看你这个腰比例是错的 然后这个腰比例 把这个腰线花得虚一点 我是尼亚章艾尔根 来自新疆喀什 我现在从事的是服装设计行业 我的设计里面是将民族文化 与先男人的素项结合 大学时 所学服装设计专业的伊利亚尔江·艾尔肯 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爱德莱斯后 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尝试着利用所学专业重新设计 使传统的爱德莱斯 更趋向于国际化和现代气息 毕业后 由他设计的爱德莱斯服装 在北京故宫举办了第一场服装展示 努力的成果一经亮相 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这也更坚定了将民族文化元素 结合现代流行趋势的服装设计理念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以新疆的特色 想进入故宫 向更多人喜爱爱德莱斯 让世界人喜爱爱德莱斯 走秀的时候特别震撼 有些外国人 还有些旅游的人超级多 就是我特别感动 大家都看到我们新疆的美 他们看到我们融合的那些文化 然后他们都觉得特别繁美 然后他们的评价特别的高 爱德莱斯筹是新疆特色手工艺品 爱德莱斯意为扎染 筹布色彩艳丽 线条明快 图案有树叶 羽毛 麦穗等 传统爱德莱斯均由藏红花 槐树花 核桃皮等天然染料染制而成 2008年 爱德莱斯丝绸孜染记忆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伊利亚尔江的日常工作 除去在工作室画设计图外 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选举布料 他介绍 布料是爱德莱斯的灵魂 是保证穿着舒适的直接因素 选布料这件事 对以前作品来说 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 选布料我主要是看衣服的是什么材质的 然后我主要是看它的质感 然后它的棉料成分 像新疆核田 爱德莱斯 大部分都是35公分宽 和40公分宽度的 它们的工艺 它们的制作方式 我主要是看这个方面选布料 现如今伊利亚尔江的工作室 已有10名员工 跟随着伊利亚尔江 学习设计思路设计理念 而他本人也经常带着作品 活跃在各个服装走秀现场 我的规划就是 我一直把我的设计理念 就是保持下去 然后会把爱德莱斯 做出心脏 和做出国内 让世界人喜爱我们的爱德莱斯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